這個包包很好看 裡面放什麼 裡面放同款長頰 放長頰不會不方便嗎 我跟你說有錢人幾乎都是用長頰的 聽人家胡爛 我大學的時候常去那些極其品店 看起來好像沒什麼錢 潑潑爛爛的那種人 錢包掏出來一定都是轉頰 而且都很古 裡面都放的不是鈔票 零錢跟收據 現在常去那種高級餐廳吃飯 這些有錢人看起來跟一般人沒區別 錢包掏出來無一例外 一定都是長頰 不會放什麼零錢收據有的沒的 保持的乾乾淨淨 想要成為有錢人 先從整你的錢包開始吧